市長 市長我今天就教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有關計程車等候區 請看下一張 我想我們設置這個計程車等候區 到底是市府的美意還是陷阱 待會我來跟你說明一下 請看下一張 我想節能減碳是目前我們共同的目標 今年市政府還送了一個節能減碳的法規 到我們議會來審議 當時也是為了要避免計程車巡迴攬客 造成空氣污染、交通庸山等問題 所以市政府從民國80年 在軍越飯店設置第一處的計程車招戰 到今天已經大概是30個年頭了 那麼在這30個年頭裡面 目前總共有209處的計程車招呼站 跟966格的停車位 當然這中間有非常多的處所跟格位 從設置到現在動都沒有動 動都沒有動 但第一個我要跟市長救教的是 我們設的這個東西 是不是能夠達到它的功能 是一個重點 如果能夠達到功能我們持續使用 如果不能夠達到功能我們要改進 所以第一個我要救市長 就是說我們能不能優化 這些所謂的計程車招呼站 跟它這個停車格 你可以看到目前我們透過大數據 由公運處提供的資料 它的樣本數來自於16500輛的計程車 這是很多的 那麼你會發現說真正到招呼站去 藍車的比例只有11% 其他只有89% 這個比例差距很大 請看下一張 市長你可以看到左手邊 左手邊那個地方是 台北市一百大熱點 一百大熱點 他們藍車的 藍計程車的地點 你可以看到在中山北路 那個排名第一的 那個中山北路 請看下一張 它其實是在中山北路 五段470巷出來 剛好臨近萬利酒店 我不曉得市長 知不知道最近有一個很網紅的劇 叫華登初上 你知道嗎 知道 知道嗎 所以呢現在目前中山北路的這個 這個酒店就很紅啊 那所以因此呢 你可以看得到 它光 11點到12點這個時間 剛好喝完酒店出來 短短一週藍車試數高達837次 也就是說一天 一個小時之內 攔車可以攔一百多次 所以這叫做熱點 這叫熱點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熱點 我就不一一跟市長救救了 所以因此 既然它有熱點 我們設招呼站 應該盡量在熱點設 結果呢 我跟市長報告 我們目前所有的那些招呼站 我剛剛跟你講 200多處的招呼站裡面 排名在前五名的都沒有 然後呢 前五十名的連一半都沒有 所以我就不曉得說 你排這個招呼站 到底是排在人家要攔車的地方呢 還是排在人家不攔車的地方 這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記得我當時 我們交通局局長最喜歡 陳局長最喜歡講的 叫滾動式調整 我很喜歡他滾動式 但是他結果 我感覺這個沒有滾動 你沒有滾動在檢討 你也沒有滾動在 那個 看喔 你看下一張投影片 我給市長看一下 市長你看這個我們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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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沒有人用 沒有人用 沒有人用 空在那個地方 而且說 從0到24小時都給他停 包括交通上下班時間 900多個隔位 市長 那個對民眾來講 是很痛苦的 因為很多自家車 每一地方停 或者在交通擁塞的時候 他們真的是很痛苦 真的很痛苦 你可以看到 再下一張 好 另外一個是 他這個標示 標示也不是很清楚 因為很多民眾跟我們抱怨 其實也是民眾寫來抱怨的 怎麼停都被罰 怎麼停都被罰 比如說 在招呼站的旁邊 他會附掛一個牌 他這附掛牌就是讓一般車可以停的時段 他說呢 附掛牌說呢 除排班時段外 與國定假日開放 一般車輛停放 並依該路段公告費率收費 所以我看起來就是 你計程車排斷時段 我不能停 這我知道 但以外我可以停 國定假日我也可以停 好 那我現在請問陳局長 好 那你六月三號端午節 可不可以停 假日就 假日是開放的 所以 所以意思就是說 就算他講週一到週五 但是我假日還是可以 對不對 對 好 那 民眾有的就覺得說 我停了還被開罰 可能你的牌子有沒有寫說什麼 國定假日除外了 或者有沒有國定假日不除外了 你一個牌子上面 如果寫國定假日除外 跟國定假日不除外 是什麼意思 如果假設他再加一個 國定假日除外 國定假日不除外 那是什麼意思 不除外 國定假日 通常你只有一個字 通常都會講除外 對 你只有一個國定假日除外 這樣拿貨沒有 或者什麼都沒有了 如果什麼都沒有的話 就是可以停對不對 如果有的話 就什麼都不能停 什麼都沒有的話 他就是沒有除外的規定 他就是計程車招呼站 有些計程招呼站 他可能是因為 一些時間沒有人去停 所以會把它開放出來 給一般車輛來停放 好 沒關係 局長這樣 因為我們這個這麼細的東西 不要在市長面前講 我的意思就是說 民眾抱怨 牌標示不清 他們很多時候被罰的很不甘願 所以是不是在通盤檢討一下 如果被罰的路段太多的那個地方 只是排在清楚一點 好不好 可以 就只有這個意思 好不好 好 請看下一張 再來就是 也跟市長報告 這個計程車招呼站 因為這幾年 計程車越來越多 有一個叫多元計程車 市長 停在那個位置的這一台車 叫多元計程車 他以為計程車可以停 結果實際上多元計程車不能停 局長 那多元計程車跟計程車有什麼差別 多元計程車在法規裡面是限定 他必須要用APP來叫車 他不能在招呼站等候 或者是沿路去攬客 好 沒關係 那 這個人被罰了以後 他也講說你標示不清 但沒關係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基本上違法 但是你還是把它宣導一下 好不好 多元計程 因為我想一講出來 就很多人就覺得說 計程車我是多元計程車 我也是計程車啊 不行 對不對 對 不行 不行 對啊 他不知道 不知道當然他自己不對啦 那這個不懂法規 可是問題是民眾會抱怨啊 你是不是要再幫忙 加強宣導 再幫忙宣導一下 另外你可以看到在下面一張 這個就是跟市長說的 就是說呢 你搞了這麼多隔位 然後呢 計程車都不停在那裡 也不在那邊攬客 只有空了那麼多隔位 然後呢 自家車每地方停的就牙癢癢的 就趕快零停一下 對不對 很多嘛 被罰了 六千多件 你看看這很多咧 錢通通通跑去 所以請看下一張 因此呢 小客車就認為說 你市政府是在搶錢 是不是 你明明是可以 那個隔位明明沒有人用 然後你也不釋出給一般的人停 然後呢 還堅持在那邊當招呼站 然後呢 完了就罰我們錢 那他當然對市府很不滿意啊 所以就告到議員這邊來了 是 那你說怎麼辦呢 可以幫議員報告一下 這個當然有熱點 應該也會有熱時啊 就是時間啊 沒關係啊 對我們可以做這個交叉分析一下 看看每個點呢 他可能有特殊的時間 是比較高需求 有些可能是沒有需求的 那這部分我們就可以做一個 彈性的一個管理 讓這個隔位更有吃吃這個 更有效的運用 感謝啊 你講得真好 我太喜歡你了 就是這樣子啊 請看下一張 所以今天這件事情 因為民眾向我們抱怨 市政府的政策跟計畫 沒有隨著時代的變遷 沒有隨著時間來調整 所以希望說 所有的計程車招呼站的設置 應該朝向優化 而不是單純的增減 沒有人用的就把它弄掉 那有人用的你就就應該要去設置 然後另外在標示牌不清楚的情況 麻煩趕快標示更清楚一點 還有很多宣導的部分 另外還有就是設計太久的 不適合的就把它拿掉 這樣好不好 可以我們來檢查 好不好謝謝你喔 謝謝市長 謝謝市長 另外呢第二個要跟市府就叫的呢 請看下一張 我們還是節能減碳 那麼這個節能減碳在於電子帳單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電子公文也在推了啦 電子帳單 這都是節省我們的所謂的紙張啦 或者成本 放著很多的這個 很多的這個能量在裡面 那我們這個自來水水費 請看下一張 目前我們是兩個月抄表一次 每年寄送六張帳單 如果用戶申請了電子帳單 可以節省紙本六張 平均每年節省47塊錢 跟市長包括大概47塊錢 不過你不要小看這個 因為我們的用戶將近百萬 所以這個其實是很大的一筆錢 當然重點是節能減碳 我們只要能對地球好 我們都願意做 然後呢現在呢 自來水促呢就說好 如果你來申請電子帳單呢 我給你回饋 我每一期回饋你三塊錢 然後送給你兩張自來水園區貴賓券 這個很好 我們都都很支持喔 但是效果你看喔 請看下一張 市長最右手邊的比例 很低耶 才18.64% 我們從94年開始推 民國94年開始推 推到今年第18年 整整快要20年 才推18% 那是怎麼推的 我其實喔 在座的局處首長 甚至包含我們很多的媒體朋友 可能很多人都不曉得說 可以申請這個電子帳單 所以宣導不力 宣導不力 市長我不好意思請教你了 你家有沒有電子帳單 不知道 我知道你不知道 好啦你講的對啦 我不為難你了 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喔 這個東西喔 這個電子帳單有很多人 可能不知道怎麼申請 或者不知道申請或什麼 我覺得推動不力 請看下一張 市長你可以看到喔 左邊的那個紅框框喔 我們每年申請的人數大概兩萬多到三萬 這個人數也不能算少 但是呢我們希望更增加 但是呢 如果以這樣的一個申請人數來講的話呢 我們每年應該可以節省總金額 359萬9341塊 也就是說 自來水數的錢應該可以節省將近360萬左右 請看下一張 可是我去調了以後喔 欸他錢是增加的耶 市長 你看那個右手邊喔 他每年給我花的錢喔 越來越多了 六千六百萬 六千七百萬到六千八百萬 所以我也補剎傻 就是說你每年推那麼多人用電子帳單 怎麼你花的錢越來越多呢 而且我在想說是不是新增戶數多 其實台北市人口在減少 那你戶數是不是增多 我看到增加的戶數只有一萬九千多戶 那可是這幾年來申請電子帳單 有九萬多人 我在想說九萬多跟一萬九 也有剩個六七萬啊 你怎麼錢越花越多呢 所以我們從議會監督市府你支出的這個 這個錢的地方 我們覺得有質疑說你怎麼會 你推的低 你推的那麼慢 我就有點覺得很奇怪 沒有努力再推 那推了以後呢 錢反而花更多 我就不曉得你在幹嘛 市長 市長 你看了以後你覺不覺得很奇怪 對啊 為什麼 這個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從民國九十四年開始推電子帳單到現在 主要在過去前面的那幾年 因為那時候的整個的這個電子化的 沒有那麼普及 那其實到了一百零幾年以後 慢慢的我們的推的成效會 稍微比較顯現出來 不過這整個速度看起來 我們發現有幾個問題 就是說很多的都是租 租客 所以他不願意去辦電子 因為那個錢要從他那邊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很多房子的名字都是在一些比較年長的家長身上 那他可能也沒有這個email address 或者是說他也不願意去辦這個這個部分 那這也是我們現在目前在推廣 非常用力的推廣 我們在每一期的水費單上面 都會有個QR Code 可以讓他直接從他上面掃進去以後 很方便的可以帶入他的資料 來這一個把他的這個電子商量申請下來 那這是我們目前正在推的 那至於這個金額的部分 每年有六千多 其實在一百零六年 所以這個 我們的油資有漲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幅度 在那一年以後其實油資上來 那這一個中間還有一個就是說 為什麼這一個 剛剛議員特別提到 為什麼這個推了半天 結果帳班 這個紙本帳單數好像還增加 其實這中間又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當我們讓他提 我們提供這個這個電子帳單以後 其實他還有一個 憑證的部分 我們要另外還要再寄給他 那這一部分我們現在正在檢討 看用是不是用什麼方式 也可以用電子的方式 把這憑證給他 讓他能夠方便下載 這樣未來一定可以 把這個張數 做一個進一步的一個下降 是啊 所以從你那邊講的 第一個就是說 你剛剛講到 就是推廣不力嘛 就是說呢 在十八點多趴 以後就停在那裡 那你說什麼 有沒有Email什麼 那個 都不是問題嗎 你像市長現在在推那個 老人那個悠遊卡支付 他不是很認真嗎 市長很認真嗎 我媽媽不會用的 現在都在用你的 悠遊卡支付啊 九十歲哦 市長 九十歲在用你的悠遊卡支付 為什麼 你把那個錢撥到那裡面 他回去用不可啊 他說那錢放的那不可以 一定要去營 所以朝一超市開始營啊 我媽媽一個字都不認識 他跟市長包含 他不認識 因為他以前日本交易時代 我祖母就請他去 六歲就去糖果廠包糖 貼補家用 可是他一個字都不認識 他現在拿著你的悠遊卡 去超市買東西 是你 逼迫他去買的 因為你錢撥到裡面啊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錢撥到裡面 對 他就自己去買啦 對不對 我們家現在繳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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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稅 還有那個那個那個 各種稅金 我們就你在推那個什麼 回饋嘛 我們也去交啦 我們現在也是跟你 後來我太說那個 柯文哲弄的那個很方便 他有跟我講很方便啊 但是我說那個回饋 回饋五百塊 他說不是每個人都有 他是前面幾個人哦 他有跟我講 所以我們都在做啊 那如果說你推的這麼認真 為什麼你隨會都不管 欸 市長你稍微監督一下吧 好 我回去監督他們 對不對 提計畫我來盯啊 對啊你要去監督啊 不然他就停在那裡都不動 還有另外一個事情就是 剛剛我們處長講的 就是說呢 他很好玩的是 他那個 掃完之後QRCO掃完 那個電子瓶子又用記的 所以他現在記不是記一張耶 請看下一張 市長你看他記多少 我我給你算一下 代腳扣款失敗也記 發票中獎通知也記 預告停水通知也記 吹腳預渠水會通知也記 消費性用水服務機會也記 厚一堆 他可能他可能這個用戶他電子帳單已經申請了 所以你電子帳單給我你省了一個紙本 可是後面的全部又再來紙本 既然他已經申請了電子帳戶以後 電子帳單後面全部通通都可以什麼 都可以電子化的嘛是不是 處長 這跟議員報告這幾項 其實有一些是跟用戶的權力有相關 譬如說我今天要去給你停水 預告你 那如果他沒有收到這個電 我們的這個E-mail E-mail的話 恐怕他這個會有糾紛啦 所以還是必須要用紙本送達的方法 當然這中間我們也會在檢查 有一些項目是不是 可以改成電子帳單的方式 對啊對啊 你現在也講嘛 有些項目 你不是全部都是嘛 是 你現在電子化以後 你既然帳單都可以電子化了 這些通知都可以電子化嘛 不是嗎 第一項這個代扣代腳 這個我們現在已經今年改了 就改成 市長 他說第一項現在在改了 很好的啦 好事啦 但不問不... 他說第一項現在在改了 很好的啦 好事啦 但不問不改嘛 好我們來想辦法 叫他領計畫 好不好 我們我們大家一起共同來 我其實我也是配合你啊 你你 你叫我們一化 我們也一化 你們叫我 你們也悠悠 我們都在配合你啊 來幫忙宣導 好 好不好 謝謝市長 謝謝 時間請暫停